Yahoo 哈囉 各位數位小兔的兔粉們大家好 我是花花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那由於最近其實Podcast 或者是電競直播的盛行 所以說我們很常會用到一些 除了擷取卡之外 還有一些有關於聲音的東西 這時候不可或缺的就是 可能是一個錄音的介面 或者是混音器 那說到混音器的話 我們又不能漏掉這個很重要的品牌 就是它這個 YAMAHA 它是YAMAHA的AG06 它其實有兩個型號 一個是AG03 一個是AG06 AG03就是三軌的錄音介面 那6的話就是有六軌的錄音介面 那我其實覺得它很OK 是因為它體積輕巧方便 很適合讓我們隨身攜帶 去做一個多軌音源的輸入 然後去做一些特效的轉換 跟你的軌道的合併 然後最後再一起輸出 那今天我在這邊來幫大家介紹說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還有一些旋鈕按鍵的操作 到底是有怎樣的功能 因為對於攝影的我們來說 其實要跨入聲音的領域 其實還是有一大段路要走 那我們從一些簡單的操作 來幫大家介紹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幫大家開箱 像這個YAMAHA的AG06 看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其實我剛剛偷偷看過了 這台是印尼做的 打開裡面會有一個 日本的一個動漫少女的圖案 看起來好像是有軟體的下載之類的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說明書 那本尊的話就在它的下方 體積看起來非常的輕巧 大概以目測來說 這樣子大概 20公分乘以10幾公分而已 然後還有一台 一條 這個是USB的線 應該是讓你連接電腦的 對 這是USB的線 要連接電腦的 對 那USB的插孔在這邊 在後面這裡 至少要支援USB2.0以上 那它是Type-B的接頭 Type-B的接頭 直接接到一般我們的電腦 或者是筆電上的USB-A 就可以去跟電腦做連線 或者錄音的動作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要單獨使用的話 也可以5V 直接對它供電就可以了 那它叫AG06 顧名思義就是它總共有6個軌道 前兩個這兩個是讓你接XLR的接頭 XLR就是類似我們的麥克風 或者是其他的吉他什麼之類的 好的 就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 這種的接頭叫做XLR的接頭 那正常我們的電容式麥克風 或者是動圈式麥克風 甚至那種槍形的指向式麥克風 很多都會用到XLR的接頭 對那其實在這個接頭上它是兩用的 這是一般低阻礦的設備用的XLR接頭 我們直接裝上去就可以 那它還相容一種叫做6.3的接頭 這個叫做6.3的接頭 或是有人寫6.35 其實都是同樣的 也可以直接插上去 也是OK的 對 那我們會建議 如果可以用XLR的話 就直接走XLR 不要再做接頭的轉換 這樣子可能會有一些音訊上的耗損 對 那這裡 接完你的麥克風 我們剛剛介紹 這裡有一個是接麥克風 可以插動圈或電容之外 接完你的麥克風 你要去判斷你的麥克風 需不需要供電 如果不需要的話 其實這樣就OK了 那需要的話 這裡有一個Penton Power 加48V的電壓 對你如果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針對於你的電容式麥克風 或者是需要供電的麥克風去做供電 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麥克風才能正常的運作 對 那在這裡 因為有點危險 是說它供應的是比較高電壓的電源 所以說按下去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燈會亮 那這個PAD PAD這個叫做訊號衰減線 訊號衰減 對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的設備裝上去 聲音太大聲 你可以先讓它做衰減的動作 對 這樣子比較不會爆掉 那會不會爆掉的來源 會從這裡看 Pick 這裡有一個Pick 對 Pick 如果它亮起紅燈 就表示說 你的訊號可能爆掉了 有危險 所以說你就可能要把你的GAM調校 或者是你的聲音調校 對 那這裡 這個是壓縮器或EQ 可以透過我們的軟體去做調整 對 就跟我們電腦的EQ的那個教條一樣 對 那這個是有的人叫做混響效果 或者是EQ 也可以去做調整 對 在這個部分 那要來介紹這兩個旋鈕 怎麼使用 對 那因為那個 如果我們想要得到最好的畫質的話 我們會先調整我們的GAM值 對 那為了避免它爆掉 你可以測試 你的麥克風都裝好去測試 然後我們就調整它 調整它 那你可以極盡所能的 發出你的聲音 讓它打到最大聲 你講話最可能最大聲的聲音 調整 調整 如果到 當它peak開始亮燈了 就表示爆掉了 這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GAM值應該調到哪裡 但是這樣是爆掉 所以我們再往回調一點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 GAM值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會盡可能的讓我們的GAM值越高 我們會達到越飽滿的聲音 對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VALUE的部分 聲音的部分 這有一個小Payboard 因為很多網友常常會 一開始預設都讓它在0 它的聲音很小 導致於我們其他都要調的很大 記得它的初始值是在這個 3點鐘的方向 這裡 這個才是最標準的 就是0的部分 3點鐘的方向 就是最標準的 那如果這裡調整完 不夠的話 或者要跟其他的軌道 去做聲音調節的話 我們再來做 增或剪的部分 就可以了 這樣才是正確的使用方法 對 這是第一軌的部分 它應該是功能最齊全的 就是有支援XLR跟6.3 可以供電 然後再來是說 也可以訊號衰減 那GAM值跟VALUE都可以調整 那是有一些效果器跟ECHO的部分 這樣子 那第二個軌道 它跟第一個軌道 最主要的差別 它當初設計是讓你來做樂器的輸入 對 所以你會看它這裡有一個吉他的部分 那當然也可以供應麥克風使用 對 那供應麥克風使用的時候 這時候跟第一軌最大的差別是 它沒有48V的供電 所以相較之下 你可能只能使用動圈式的麥克風 或者是使用說原本有帶電的麥克風 對 那這裡有一個你看 這吉他的部分 對 它是針對於高足康的吉他去做使用的 你可以去做教條 對 那下面的GAM值跟一些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好像叫做樂器模擬器 對 當你有類似樂器聲音的效果 在這邊你也可以把它開啟或關閉 對 這是第二軌的部分 然後第三軌跟第四軌 這個就是直接是6.3的接頭 6.3的接頭就大概是長得像這樣 6.3的你可以做單音或立體音的輸入 對 對 6.3的接頭會長這樣 那我們一樣是如果有兩個 就直接插 或是一個也可以直接先 以最上面為優先 對 那他的GAM值可能就沒有像剛剛可以微調的這麼細 如果你今天發現你的keyboard進去太小聲 或太大聲 你可以做往下壓或往上按 它只有low跟high可以選擇 對 那下面一樣有value的部分 一樣我們一開始預設都會把它調整到這裡 對 記得一開始預設 這樣子之後我們再做教條就會比較方便 對 然後再來是5.6軌的部分 這又不一樣了 這個 它是走這種RCA的接頭 RCA的接頭 對 我們有時候會叫它連花頭啊 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叫RCA的接頭 對 通常是做一些可能像它會告訴你說 光鐵片 背景音樂的來源的輸入 或者什麼 這個叫RCA的接頭 一樣有GAM值的大小 對 在這邊 那還有value的部分 對 還有一個value的部分 那其他還有一個特別的裝置在這裡 這有一個單獨微調 你看它畫的也是電腦的樣子 這個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這台AG06接了我的電腦 然後搭配我們的聲音的軟體 或者是直播的軟體 或者是遊戲的軟體 它可以回傳聲音到這個裡面 到我們的AG06裡面 跟其他的軌道去做合併的時候 這時候你輸入的來源的聲音大小 就是從這裡去做調整 對 那這也是在三點鐘的方向 這樣是最基準的 那剛剛介紹到1 2 3 4 5 6 這六軌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AUX 它就是一個3.5的頭 直接對它輸入 對 3.5是一般最常用的 那可能就是接我們的隨身聽 或者是我們的手機 直接對它插孔 也可以做輸入 但是這個軌道有個缺點 它沒有任何的聲音可以調整 所以調整的部分 你需要由你的播放器 或者是你的手機去做控制 對 這裡的話大概都是輸入的部分 那接下來這裡是做輸出的部分 大概在這邊 這裡很簡單 你看這四個孔幾乎都是輸出的部分 有6.3的輸出 對 然後這個是讓你耳機去做監聽的部分 在這裡 耳機監聽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輸出的聲音的大小聲 全部的 如果你是走這裡輸出的話 這就是你全部聲音的大小聲 可以去做控制 那這個就是你輸出耳機的大小聲 那記得要小心 如果你今天耳機開大聲的話 你會誤以為全部都很大聲 而把這裡調小 這樣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這樣輸出去 有可能整個聲音都是很小聲的 所以調整到中間 或是聽起來覺得OK就可以了 那這有一個靜音的按鈕 這個有一個靜音的按鈕 如果你今天需要靜音的時候 就直接按這邊就OK了 那總共的所有的軌道合併的時候 它這裡有一個Pick會提醒你 說如果爆掉的時候 它就會亮紅色 你就知道說 事實的我可能要在這裡把它聲音調小 或者是每一軌再去做調小的部分 然後這裡 這個比較好玩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新的 它同時間會有麥克風跟耳機的部分 是針對於有一些電競耳機 它可能同時有耳機或者是麥克風的部分 它可以同時間做輸入或輸出 讓你可以聽得到 或者是你講話的聲音 你在跟別人對戰的聲音 也可以從這邊進去 在這邊 對這是 那我們有測試過 其實這兩個孔 如果你的耳機是3.5也可以直接插這邊 那或者你耳機6.3也可以插這邊 但是同時插沒有辦法 它同時間只有一個耳機的輸出 所以說你可能就是要用耳機分配器去做改變 對 那剛剛大概介紹到這邊就是說 輸入 然後輸出 然後可能還有監聽 對 那最後的部分就只有剩下中間這個部分 對 這是比較奇特的 這個 旋鈕我們有三個三段可以調 最上面的話 這個是Dry Channel 1 Channel 2 就是你單純的來源就是1跟2而已 對 就是單純的1跟2的來源 然後再來是Input Miss Miss 就是說 搭配我們其他的效果 剛剛說 可能鍵盤的效果 或者是光碟片 背景音樂的效果 其他電腦回來的 對 沒有電腦回來的 沒有 就是一些處理完的 你可以選擇第二個 那最常用的我們可能會是第三個 Rubach Rubach 現在很多混音器都必須要有的 說我們的聲音可以從電腦回傳回來 就是跟這個有息息相關的 例如說你在做直播啊 或者是說在做什麼轉播啊 然後電競的遊戲 我們都很常會選到Rubach這個按鈕 就沒錯了 對 那基本上它的功能就這樣子 其實還蠻簡單的 而且 其實就算我們本身是學攝影的 那想要走到音樂這個領域 其實我們也花了20分鐘半個小時 稍微可以了解它的功能 那剩下的部分可能就是這裡會去做軟體的教條 對 就大概像這樣子 來看看還有沒有什麼要介紹的 好的 應該蠻簡單的 喔 還有一件事 我們之前有去接一個按鈕 他可能說 他買了兩支電容式的麥克風 那由於這個沒有辦法供電 那當然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 你可能中間要買一個對你的麥克風供電的 他其實也是可以接兩支電容式的麥克風 只是中間要有一個中計器去對你的麥克風供電 好的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大概到這邊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幫大家介紹說 我們軟體怎麼去調整它這裡的部分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東西如何去發揮到它最完整的功能 好的 那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有講錯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請大家多多包涵 然後我們也都會盡量的去 及時的修正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